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小酷以为这句话形容现在的周迅在何事不过了 恰逢中法建交50周年 为表彰周迅多年来对电影艺术创作 以及中法文化交流作出的突出贡献 正在访华的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代表法国政府 向周迅授予了法国文学与艺术歧视勋章 获得如此殊荣 平日里拿奖无数的周迅 也觉得这次授勋意义非凡呢 据小酷了解啊 在此之前 获得法国文学与艺术歧视勋章的中国演员 还有江文 鼓立 杨子琼和张子怡 那可全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呢 看到周迅满面春风的样子 小酷也十分替他高兴啊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为中法友谊 做出更大的贡献吧 优酷谁乐 周迅加油 北京报道 北京报道 杨子琼和张子琼和张子问题 打算去 年轻人物虚